《 自然生成文字》 Open AI 研發的個人智慧聊天機械人程式 Check GPT 以人類的自然對話方式 與人類透過文字進行互動 幾乎是近日我們每個人都討論的當紅話題 雖然準確度仍然有待提升和改善 但 Check GPT 的自然生成文字 清晰詳細而有看似有事實基礎 令到我們每個人都很驚訝 它仿真的程度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令到大家都很擔心我們的工作有一天會被取代 其中有一項 Check GPT 的技術應用 是令到 AI 可以自動生成的書 在 Kindle 上出售 已經開始衝擊書寫的行業和出版的行業 除了擔心我們自己的工作不保之外 有一些高學歷、高職位的朋友 甚至迷想和 Check GPT 交流 他們甚至聲稱 比起跟真人的對話 和 Check GPT 說話更有養分和意義 甚至是開始覺得 Check GPT 比起他們 其他真人的朋友 有更多情感上的關懷 英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 史提芬霍金生前曾經警告 AI 如果全面發展 將會毀滅人類 的確 一些好視之圖 他們引有黑化版的 Check GPT 即是 D.A.N. Do Anything Now 他們設計出毀滅人類的計劃 而且很有詳細的落地方案 就連電腦的編程碼都自動生成出來 美國的教授其實鼓勵學生用 Check GPT 做作業 與香港本地大學不同 有些大學他們說 已經開始明文禁止規定 學生在功課上不可使用 Check GPT 但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 旭頓商學院 他們的創業和創新課程教授 反其道而行 他們認為人工智能的浪潮既然勢不可擋 那就鼓勵學生用人工智能科技 在課程大綱上甚至列明了 用人工智能是可以幫助學生去做作業 而我個人非常敬佩這位教授 因為作為創業和創新課程的教授 他用新教研教 向學生和院校示範了 什麼叫做創新和創意思維 如果我叫他們做行業喬楚 是當之無愧的 這種創新和創意的精神 正正就是人類目前唯一需要的再生術 我之前要交稿給信寶 就順手問問 Check GPT 如果我本人的觀點 創意和創新是否可以令人類達到再生的效果 從而令人類暫時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那他是否認同呢 AI答我非常有趣 而且Check GPT的回答文思清晰 雖然有些觀點不停在兜圈 有時為了砌字數 他會刻意去堆砌一些文字 但比起很多網絡的文章 有時他們沙石很多 亦都質不忘字 Check GPT的仿真程度 是令到我也覺得他比起一般的中學生 甚至大學生的文筆要好 所以我們會發現 人工智能的發展劑一日千里 的確會令到很多人面臨失業的危機 以下就是Check GPT自動生成的答案 大家可以聽一聽 看看他有幾次真人王 他就說 創意創新可以幫助到人類達至再生的效果 因為它可以激發人類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開發出新的解決方案和產品 從而推動社會的科技發展 例如在醫學領域中 創新的醫療科技和藥物 可以幫助人類戰性疾病 恢復健康 在環保領域方面 創新和環保的技術產品 可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促進生態平衡 在教育領域方面 創新的教學方法和教育科技 可以提高學習管理的效果 幫助人們不停地去學習和成長 因此創新創意可以成為人類 帶來的希望和機遇 幫助人類達到再生的效果 創意和創新是複雜和多變的概念 對於目前人工智能科技而言 仍然是難以完全取代人類的思考和創造能力 儘管AI可處理大量數據和執行簡單任務 但面對複雜問題時 仍然需要人類的直覺、創造力和思考方式 此外人類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都可以受到各種因素啟發 例如文化、經驗、教育、社會背景等 而這些因素對於AI來說 是難以模擬和複製 因此創意和創新仍然是人類的獨特優勢 而AI可作為輔助工具來提升人類的效率和創造力 一口氣我讀了AI的答案 大概400字左右 足以令我很害怕 我怕甚麼呢? 它的文筆比我更加通順 我突然發現 AI完全好像看穿我一樣 令到身為人類的我 有些隱隱不安和擔心 如果在大企業中 我會形容這個CheckGPT的性格 是一個高效率的麻痺症 擦鞋子 為甚麼呢? 因為它一方面可以令到 一個上司要的答案給到 另外它是謀權篡位的一位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的答案來得自然和舒服 令到我感覺到 我不會被取代 慢慢地放下戒心 實際上我作為人類 就被CheckGPT 好像溫水煮蛙一樣 令到我對它百般依賴 慢慢地放下我手中的兵權和戒心 如果我們既然不可以反抗AI的發展 不如我們和美國 U-Pen 玉頓商學院的教授學習 人工智能的世代既來之 我們作為人類 就應該好好想想 如何去進化 沒有創新和創意 人類其實是否等同干擾的靈魂 老而死去呢? 這是一個來自靈魂的敲問 也是嚴肅的問題 隨著AI的技術發展 他們的計算能力和智能程度 已經超越了很多人類的領域 在超級AI出現之前 我們怎樣與它共生 運用我們的創新和創意 去面對環境的變化和未知的挑戰的時候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仍然是關鍵 這樣我們可以怎樣 鍛鍊自己的創新創意能力 令到在生活和生產能力上 甚至在商業的應用上 有再生效果呢? 最重要的一點是 觀察感受的生活 創意是來自於細節的 首先 創新和創意不是發明 而是舊元素、新組合 更多的是關於思維的態度 並不是要求我們都好像科學家 和工程師一樣 才可以有創新和創意 我們要擁抱變化、積極思考、 留心世界的變化 CheckGPT和我對話當中提及 要學會、觀察和感受生活 創新和創意不僅僅是來自於研究和分析 更多是來自於生活的感受和觀察 通過觀察和體驗生活當中的點滴細節 可以發現很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而這些細節往往是啟發人類革命性的思考 因此我們要學會和了解感受身邊的世界 將所見所想轉化為創新創意的能力 這就是正正我經常在創意思維 Design Thinking 的課程中所提倡 要學會對身邊的人和事有同理心 從而找出當時人都不知道的潛在需求 其實怎樣提升創意和創新的答案 一直都在我們的身邊 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好好落實和執行 養成和活出有紀律性的習慣 培養創新和創意還有一個重要的心法就是 敢想、敢試、敢犯錯 只有你想不到的東西 沒有你做不到的東西 科技的躍進可以令你很多的夢想變成事實 重點是你可不可以找到適當的應用方法 給市場告訴你你坐在哪裏 然後快速調整 再回應市場的需求才是創新和創意的商業化成功資本 在大企業裡經常流行著一種小做小錯 每樣計劃都要參考前人做法的最佳版本 即是我們所說的best practice 我曾經在不同的大公司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敢於創新的開荒牛 其他地區經常詢問我 這個計劃書可不可以借給我做參考 有一些地區的主管甚至認為他們遲一年才有同樣的產品 在自己的國家發佈其實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可以有其他人去做參考 才敢踏前一步 如果你是這樣的工作態度 假如你又是老闆 你都會落於用AI去取代它 提升創新創意的能力 是人類暫時領先人工智能的再生之術 打開胸襟 勇於嘗試不要放棄學習新事物 學會學習和兼容 才可以在順適萬變的時代中保持優勢再生 甚至在人生匆匆數十年裡長生 你喜歡嗎 請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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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學習新事物 和資料理解釋 新的新技術 新的新技術 和資料理解釋 更多 再次見到你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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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